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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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了嗎 哇 這個鐘聲真的很棒 這個就是位於我們的 Ferry Building頂樓建築的 模仿西班牙市所設計的鐘樓 它在每半個小時 跟每一個小時都會明鐘 剛剛我們聽到的鐘聲 敲了13下就代表 現在是下午一點鐘 在走訪農夫市場 以及街頭藝術市集之後 隨著鐘聲的響起讓我們想到 哇 原來是下午一點了 突然覺得機長露露 讓我們前往一間位於 Embarcadero Center 一間有美食美景 以及美酒的餐廳用餐 好好的放鬆一下 不過用餐前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位於 Embarcadero Center 非常吸睛又充滿爭議的 藝術展示品 哇 好大的水聲啊 我自己都聽不到我在說什麼了 我現在是在Valencourt Fountain 這邊呢就在Embarcadero Plaza的中間 是1971年 有一個來自奎委特的藝術家 所設計的 這裡的水呢 每一分鐘呢可以泡 3萬個阿倫 然後呢有40池坑 真的是非常的過癮耶 是的 這個造型奇特 引人注目的噴水池 是坐落於一個五角形的水池上 從Harperview海樂會餐廳的戶外用餐陽台 一眼望去 可將室外的美景盡收眼底 讓我趕快換下不小心被噴水池噴濕的衣服 在這麼舒服的用餐環境 好好的放鬆一下 寶餐一頓 還有呢我們看看我身後這些 長花 木雕 非常美麗的中國藝術餅 還有這尊佛 這裡這麼美麗 到底是哪裡呢 它就是Harperview海樂會餐廳的正門 我們現在去樓上看看 二樓看看它有什麼樣的特色美食 還有什麼樣的服務呢 好漂亮喔 Kinson 你們給我介紹一下 我覺得這個裝飾跟一般的餐廳都不一樣 你看 它這裡是請一個很有名的設計師設計的 我們進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這個設計師真的很有品味 把這個餐廳感覺的檔子 就是很高很歡場很舒適的感覺 對 然後看到這個可不可以跟我介紹一下 我覺得好好玩喔 我覺得好好玩喔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的薑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的薑 這是那個Ginger噴水池嗎 這是瘦筆南山 瘦筆南山 也叫做萬壽無薑 哇 怎麼會有這樣的創意啊 因為那個我們師傅是送給一對新人 他們上個星期在這邊結婚 結婚 喔 是不是好兆頭 對 這可以維持大概多久 一個星期到十天左右 好棒 好漂亮 走進餐廳才發現真是熱鬧非凡 高朋滿座 這間佔地面積兩萬平方尺的 楷樂會餐廳以及酒吧 位於舊金山金融區 Embarcadero Center的二樓 菜色呢以廣東菜和點心為主 另外還有一些南洋風味的特色料理 哇 一盤盤一籠籠各式各樣的港式點心 真的是太開心了 讓我先飽餐一頓 等一下再來慢慢認識這間餐廳吧 哇 滿滿的一桌菜 我要從我最喜歡的香脆的豆腐開始 好香好脆喔 Harborview凱樂會餐廳於2018年年底開始營業 餐廳總經理黃健在舊金山已有30年的餐廳經營經驗了 美麗親切的經理Angel告訴我呢 在他們接手了這間以1400萬美元 作為室內裝修設計的餐廳之後 希望在這個寬敞明亮典雅現代的用餐環境中 提供一個耳目一新的中餐廳用餐體驗 除了可以享用美食美酒 這裡還有一個難得一見的無敵美景 從二樓的戶外陽台往外看 真的是令人心曠神怡 Angel說呢 下午三點到六點是Happy Hour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戶外的用餐環境 好好的放鬆一下 Angel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餐廳好大很漂亮 到底有多大 大概是兩萬多尺 有幾個房間 我們有四個房間吧 就四個private room這樣 對對對 然後還有聽說還有酒吧嗎 對可以有酒吧 有酒吧 這讓我喜歡的是外面那個地方 你看它外面多漂亮 對那個外面好像一個渡假圈一樣 這樣渡假圈的路台 對對對 是一個house side area 對對 所以很多人來都會來這邊做那個party嗎 對很多人來做這個party 好像做那個那個 那個Recession Happy Hour 天氣一好的話呢 那個Happy Hour就很滿 很多人來 是的 所以這邊感覺到很現代的那個設計 像畫啊 電影畫啊 電影畫都感覺到非常明亮 非常的現代 對對 這個畫就很大嘛 因為也配我們的餐廳呢 因為地方大 所以那個畫看起來就很有氣派 想要知道這一盤盤的美食 到底是如何製作出來的嗎 浩克親切的總經理 特別帶我們走訪 平常難得一見的餐廳廚房 好香啊Kinson 對 做得非常好 這是袋子 對 是不是 所以今天都很幸運 我們不是只有在外面吃飯喔 今天Kinson非常assari 讓我來廚房參觀 來一覽所有的廚師在後面 怎麼做一些特色菜 我們去看一看吧 好 走 今天是做一個月菜裡面 又非常傳統的月菜 脆皮糯米雞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整個雞的雞皮 退出來 然後而且不能 這個皮不能破 不能爛 現在退這個雞皮 就非常非常講究的 因為要按照雞的每一個步驟來做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繁殊很難的步驟 你學了多久啊 我做這行已經30年了 這個雞都退出來了 然後這個雞皮法是最難做的 但是沒有太多的肉 只有皮跟骨頭 所以這個位置是最難做的 因為我們要了皮 然後把那個炒好的糯米醃進去 看來大廚好像有鐵砂掌 把這個剛出爐高溫的糯米飯 慢慢的放進退下的雞皮裡面 我不禁很好奇想試試看 哇 好看喔 嗨 你好 安九今天很高興你邀請我們來喔 所以剛剛非常特別 我們還跑到了廚房 去看了你們廚房裡面 真的非常整齊乾淨 然後菜色非常新鮮 所以現在就是滿滿一隻 我們剛剛看到的 像算是你們的特色菜嗎 對啊 這個糯米 特別是那個糯米雞 糯米雞 哇 那個手工真的不容易 對啊 再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剛剛看到那個師傅啊 真的是從去皮開始 對 然後很小新的歌 然後都沒有破 然後到最後炸這個 對 裡面就是放了那個糯米 辣味 辣味糯米 辣味糯米 生炒的辣味糯米 還有沙米 蝦米 咬住在裡面的 是 也會這麼香 對 但是這個菜大家可要記住 它不是馬上就有提前預定 不是 兩個小時 因為它做好了 還有裹粉還有風乾 對 讓它吸收那個味道 對 然後再下去炸 對 哇 炸多久 炸大概20分鐘 然後最後它把它切成你看 完全皮都在外面那個雞皮 好漂亮 你看看都是脆脆的 對吧 對 真的是 好棒 真的是功夫菜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看到剛剛煎的是這個袋子嗎 對 就是這個煎袋子 就是用新鮮的袋子 它就是用一點鹽巴 然後用一點糖 就是把它醃一下 就是兩邊很快地煎一下 然後就慢火來煎那個袋子 就是希望那個袋子 那個海鮮的味道 它已經保持在裡面 有汁吃起來 有汁 很汁 你可以看它這邊很汁 對 因為它就把它鎖在裡面 對 你切一下 你再看它 好誘人啊 它扭得外流口水了 對 很嫩的 真的 哎呀 好嫩喔 你吃吧 可以 大家都好細心 不錯 對 真好 然後剛剛我們還看到了 這是甜點了 其實很多人都很喜歡 點心的甜點對不對 對 先從這個開始好了 嗯 這是不是蛋塔 這個是不是蛋塔 對 這是也是我們的特色 嗯 嗯 對 很香很脆 好香喔 留點給我們的攝影師之後 一定拿 然後這個我聽說可以拿 這個就是我們很有名的雪山插燒包 對啊 一般的雪山插燒包是甜的耶 是不是 它是鹹甜的 鹹甜的 對 對 裡面包什麼跟大家說 就是 裡面是用那個叉燒 然後外面就是那個好香的菠蘿 菠蘿 對 對 就很香很脆 很脆 所以裡面是叉燒耶 非常期待 它這個好了 這個我覺得好可愛喔 很少看到這麼可愛的小南瓜 耶 這個南瓜裡面是用那個紅豆蝦 嗯嗯 放在裡面 吃起來呢就有很特別的甜點 真的 看起來就很有節慶的感覺 對 就是一年四季都有對不對 有 要預定 這個叫什麼 南瓜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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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請先休息片刻 廣告之後 我們將請專業的調酒師 親身示範 讓我們在家呢 也可以製作出清爽好喝的果汁汽水 和雞尾酒 那是很新鮮的品牌 很新鮮的品牌 很新鮮的品牌